而臺中市府預定在七旗 設計一座人工湖綠地景觀公園 秋紅谷 中午傳出了公安意外 有一名工人 正在三十公尺深的地下水管 進行黏合作業 因為空氣不流通 造成年紀氣味揮發不掉 導致昏迷 他的同事想要進入井裡來救人 沒想到也缺氧 雙雙昏迷 警消趕到現場 晉級給養之後 兩人已經脫離險境 零性工人被救起來的時候 全身貪軟無力 意識也很模糊 警消趕緊包紮之後 趕緊送一急救 而他的另外一位同事 第一時間嚇到生警想要救人 沒想到也在三十公尺深的地底下 昏迷受困 情況相當危急 由於洞口狹小救援困難 救難人員趕緊以吊車吊掛 才將受困的工人救上來 之前都有下去過了 就OK 可能就是因為那個塑膠 那個膏味太棒了 接近中午的時候 台中七旗秋紅谷公園 發生公安意外 一名零性工人在地底三十公尺處 進行管線的黏合工程 沒想到因為氧氣不足 加上年紀的氣味很刺鼻 因此昏倒 一旁的鹼性工人一時心急 也爬進舊人 沒想到雙雙缺氧昏迷在深井裡 是不是因為施工程序出問題 還要進一步調查 這座秋紅谷公園 是台中市府規劃的人工湖綠地公園 耗資兩億三千多萬 預計在八月初開放 沒想到發生最起意外 索性兩人經過緊急救援 都脫離險境 G20健身 彭幻群 台中報導